小林子 你打听的陆家别院 是在前面吧 应该就在前面不远了 听说若萱郡主 正在此处小住 走 驾 驾 驾 王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若萱 咱们上次一别 一直没机会见面 其实 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你 公子的伤势可曾好些 早就好了 你是不是也记挂着我呀 这个字 是你写的 是啊 你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 言想心思梦离经 无人知我 此时情 天色不早了 我该回了 公子也请回吧 等等 那你既然拿了我的红叶 是不是该回赠一片给我呀 若萱 我这次是专门为你而来的 许出我们初次见面 你就已经走到我的心里了 那天 你说起江南蟹肉 我回去族族吃了一个月 可怎么都没有 你说的味道好 现在想来 应该是吃蟹的人不在身边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江南 偏偏你说的醉蟹 走走你走过的路吗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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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有事相伤 你该回去了 若萱 我家有事 我先回去了 可咱们没说完的话 你下回一定得告诉我 若萱 刚才那人是黄元吧 他怎么在这儿 殷遗 你看他身旁那人 像不像曾经小时候 领我们一同入宫的御前侍卫 对 就是他 御前侍卫 黄元 黄帝 陛下的明慧就是启元 他就是陛下 我 陛下的程庆就会 如果要罢了 如果不应该